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英格拉姆是唐纳德英格拉姆和吉安娜的儿子 父亲唐纳德自己经营着一个体育馆 小英格拉姆每当放学后都会去那里练球 他有一个比他大七岁头目衣服的哥哥 名叫多诺万和一个名叫布列塔尼的姐姐 多诺万在读书的时候也是一名出色的篮球运动员 英格拉姆在只有11 12岁的时候 他就和哥哥多诺万的朋友们一起打球了 他将这段经历称为自己和篮球相关的最好的事情 英格拉姆从小就是一个很安静的孩子 到现在也是如此 据英格拉姆他自己说他并不是不爱讲话的 只是在球场上的时候话比较少 因为他一直都是和比自己年纪大的人打球 所以得学会先听后说 表达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用实力说话 伴随了英格拉姆成长的另外一个词是金兽 相比其他孩子们 人们会议认他们的控球和投射 或者如果他们剪了一个烂发型 人们也会议认几周 但是对于英格拉姆 人们从头到尾只会议论他的身材 八年级的英格拉姆参加AAU比赛的时候 NBA球星吉里斯塔克豪斯 恰好是英格拉姆球队的教练 他也是金斯顿当地最有名的人之一 他们两个关系很好 英格会叫他大叔 斯塔克豪斯则扮演着英格导师的角色 英格拉姆的高中四年时光 都是在金斯顿高中度过的 读高中一年级时 英格拉姆的身高有1米88 虽然个人技术很出色 但因为太过瘦弱 显得综合实力并不出类拔萃 直到他身高暴涨 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 猛穿了20厘米达到2米08 臂展更是达到夸张的2米21 他在高中期间 连续四年帮助球队赢得北卡罗纳纳州的高中冠军 他和球队的前锋 达内尔·邓恩成为了北卡罗纳州历史上 维尔连续四年赢得高中州冠军的球员 在高四的时候 英格拉姆场均可以得到24.3分 10.4蓝满 3.8助攻 除了球队的四个冠军以外 英格拉姆还连续两年被选为最有价值球员 当谈到自己的高中生涯时 英格拉姆表示 两次赢得这个奖项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这是我梦想的一切 平时的努力付出终于得到的回报 我会继续保持谦逊 我想要得到更多类似的奖项 努力前进 英格拉姆从金斯栋高中毕业后 他参加了麦当奥全美高中明星赛 入选了普拉达全美最佳阵容 以及全北卡最佳阵容的第一阵容 也代表美国队参加2015耐克篮球的峰会 各种最好的高中球员参加的大赛上 都能见到英格拉姆的身影 当年夏天 他决定在北卡大学、北卡州打、杜克、堪萨斯、UCLA和坑塔集中选择学校加盟 最终他选择加入了杜克大学 他说是因为小时候 哥哥送了他一件杜克的球衣 从此他就成为了杜克的球迷 而且在英格拉姆高三的时候 杜克大学就派出了整个教练组来招募他 当时老K教练对英格的技术和态度非常的欣赏 但是也提醒了他因为身材太瘦弱 所以还需要加强锻炼才能适应下一个级别的比赛 刚进入大学时 英格拉姆并不适应 他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找到自己的节奏 在赛季的第八场比赛中看上去才找到了自信 2015-16的大一赛季 英格拉姆代表杜克大学出战了36场比赛 场均出场34.6分钟得到17.3分 6.8个篮板 2.0次助攻 1.4个干冒和1.1次抢断 当选大西洋海岸联盟年度最佳新人 入选美国篮球记者协会全美最佳大一阵容 大西洋海岸联盟最佳阵容2队 整个赛季 英格拉姆在三分线外一共出所195次 投中了其中的80球 命中率达到41% 他的每次进攻转化得分达到1.247分 在那届所有参选的球员中 仅次于两位神射手巴迪·谢尔德和贾马尔·穆雷之后 排名第三 大一临近毕业时 英格拉姆正式宣布参加2016年被选秀 最终以首人第二首人也被胡人队选走 他的选秀模板是杜兰特 除了体型上和杜兰特非常的相似 连技术特点也和大学的杜兰特很像 但缺点就是太瘦 防守不好 并且在进攻时左手不是很擅长 而和其他球员相比 英格拉姆最大的优势当然就是他蜘蛛般的体型 作为一个三号尾 他的身高已经有2米08 与此同时恐怖的是他有2米20的超长臂展 所以说英格拉姆和大学时期的杜兰特真的是非常像 除了可能球技上稍微还差杜兰特一点 没有得分王的那种能力 其他方面都非常非常像 就连外貌方面也是一样 有点小帅 在场下 英格拉姆最大的爱好是画画 他说画画是他在杜克大学不打球 不做功课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 画画能让他放松下来 这是他在球场外找回自己的一种方式 英格拉姆之前参加过一档上街OA路人画画的节目 我看过之后觉得他的画我是欣赏不来的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欣赏得来 新秀赛季英格拉姆的表现并不突出 场均9.4分 数据不符合榜兰的水平 他自己也心知肚明 于是在休赛期不断的进行训练 甚至可以说是沉迷训练 第二个赛季便有了很明显的进步 场均得分提高到了6.7分 达到16.1分 虽然没有突破20分大关 但进步和态度是肉眼可见的 而且英格还非常的年轻 比一些刚参加选秀的球员的年纪还要小 所以这也是狐迷们一直期待他打出来的原因之一吧 然后再加上胡人新赛季会有詹姆斯的加盟 期待一下胡人总关键的口号 是否能再次响测全球吧 英格拉姆进入NBA之前的故事 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我们之前也做过和他非常像 有点小帅的杜兰特的球学故事 大家如果想看他的视频节目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话大球 在里面回复球学 就可以获得杜兰特和另外40多名球星的球学故事了 那大家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欢迎点赞转发留言等等 另外我们搭球新开了一个淘宝小店 里面有一些篮球装备等着你来挑选 如果大家里面看到没有适合自己的话 可以先把我们店铺收藏起来 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这里是搭球篮球见证生活